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50年代 宽松的林业政策导致超量伐木 一直到80年代森林资源日益贫乏 才开始重视森林保育 转而朝向进伐政策 而台湾原住民族既没有享有相关利益 反而遭法规限制 限缩土地上经济发展空间 如今农委会决定重启林业 介入补助林产业经营 让学者不禁质疑 原住民族自然资源权再度遭受忽视 有一些地方它已经是次森林 就是说经过砍伐之后 再重新种植人工的这些森林 那这些森林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永续性的使用跟经营 但是他如果只是说这个林物局 把他在这些林班地 在外包给这些外面来的企业去经营的话 那原住民其实是再一次的被隔绝 在这个资源利用的这个系统外面 不管是最早期的伐木的政策 或是后来的保育政策 到今天重启经济林业 他都会一直被排除在外面 为了提高国内木材自给率 扶植林产业 农委会推出新政策 106年林业合作社 如果要购买林业基具 相信国产幕竹材验证 都可以向林物局申请 二分之一的补助奖励金 每台林业生产基具 最高可以补助三百万元 希望以人工经营森林 面对这项政策 学者提议部落工法人 也能形成林业合作社的想法 合作社的重点 就是说这些生产者 是参与到这个企业的持有 以及可以参与到这个企业的 经营方向的决策 这个是基本上的合作社的概念 这个概念如果说能够运用 在原住民族的地区的话 包含原住民的工法人 或者是部落工法人 或者是跨部落的合作 都可以运用这种方式 去形成一个生产的事业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原住民的部落的看法 必须要有一些共识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部落范围里面 怎么去采取 怎么去经营 我想都很重要 部落的一个永续 或者安全固定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传统的一个原住保留的部分 应该在他的一个 所谓策略规划里头 当国家重启 临产经济振兴策略规划 不管是国有林租地造林地 还是公司有林地 跟原住民族传统领域高度重叠 国家是否认真考量原住民族群 在传统领域上共享 自主自觉等权利 学者呼吁原民会应该主动介入 将原住民族土地权 一并纳入国家 临产经济振兴的策略规划 开发者你想要使用 然后国家就开那个方便之门 那对我们原住民而言 我们随时被碰一下 可能就被抓起来 那么多年了 那么二十多年了 那么森林都没有去砍伐他 你现在要砍伐 这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 其实应该要拉到 林务局在各个林区 他所设置的公安委员会 公安委员会里面有原住民族代表 应该拉到那边进行讨论才对 这样才算是尊重我们原住民族 而不是林务局他很单方面的 有行政机关做了决定 然后我们就照单全收 原住民族社会经济发展 常被国土计划 或是农委会林业政策 牵着鼻子走 没有自主发展的空间 学者呼吁林产经济振兴策略 应该纳入原住民族特定区域计划 成为原住民族经济发展的策略之一 认为中央政府必须要审慎考量 记者亚莫比亚台北市采访报导